好 所以在你的飞机抵达普通普通机场过后 在飞机上 他们就会发我右边的这个图给你 让你们去填报所谓的中国海关 这个跟你所谓在网络上 或者从别人那边听到的随身码绿码是不同的 这个码只是单纯 为了让你过关而已 然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 你这个中国海关码是需要用到data才可以填的 所以如果 你不确定说周围人会不会到时候 有中国手机号可以借你data的话 建议你先申请漫游roaming 然后先就方便你到那边过 也可以用你马来西亚的电话卡线 用roaming来填这个form线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到时候真的没有的话 也就是到处问问 我相信会有学长姐 所谓老生已经去过了的 他们电话卡还能用的 但他们就能借你wifi data去填 然后接下来就是需要 你需要在机场完成一轮的核酸检测 基本上到那边你也不用慌 因为他们基本上每个站都有人安排你去做什么了 所以你只需要跟着工作人员的指示走就可以了 你会去做核酸检测 然后你会去到一个地方 他会和你收你的passport 他收你的passport过后 他就会帮你登记 然后你去到一个等候区 等候巴士来载你去隔离的酒店 然后这个隔离的酒店 一是根据你之后要去的区域分配的 比如讲你已经有宿舍在羊谱了 然后你确定你隔离完了过后 就会马上进入宿舍的话 这样他就会分配你到羊谱去 如果你是去到那一边 学校没有宿舍 然后还不知道要住哪里的 要找房的 这样子你就会去另外一个通道 就是没有固定局所的那个通道 然后在那个通道里面 他们就会再安排你去另外一个酒店了 所以很重要的是你要注意不要走错 你如果有宿舍 你就要跟他讲 你之后是已经有定所要去哪里了 如果没有的话 就跟他讲你没有固定的居留所 那就会安排你去一个集中隔离的地方 都是一样是隔离酒店 只是说这个管道不要忘记 因为我之前有朋友他们走错了 过后结果要等很久 重新分配他们 又浪费了一两个小时在那边 所以这是要注意的点 然后下一个重点就是 讲一讲隔离的概况吧 对刚刚讲到的那个所谓隔离 他的酒店都是随机安排的 你是没有的选 所以你是到了才会懂 是哪里加 然后收费大概是这样 不过他有一个range 我们等一下会讲 所以隔离的话 上海是7加3 7天的集中隔离加3天的居家隔离 因为我们是留学生 就算有宿舍 其实学校一般也不会让你进学校 去做那个加3的居家隔离 所谓居家隔离啦 所以一般是建议你们直接在该酒店 住满10天 付完钱住10天啊 出来才去你们的学校 费用的话 一天是大概是450到500人民币 就只要看你拍到哪里间 就像我刚刚讲的 像我的情况的话 我是400块一天住宿 然后他的餐费可以选50 或者是100块的 所以有些地方可以选餐费 有些地方不能选 这个就看你到时候的运气 不过大概就是这个range 然后支付方式的话 你一到酒店 他就会让你直接支付 你那10天的隔离费用 至少在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要准备好现金 或者是如果你曾经来过中国 你有银行卡 或者你也可以去用刚刚我讲的 那个长生借机卡 来还这个 来还这个隔离隔离的钱 然后是酒店而定 有些允许外卖和快递 有些不允许 我本身的是不允许 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急用药 或者是很急的东西 你都可以打给前台 跟他们确认 然后让他们帮你 把那个东西送到酒店去 然后最后一个提醒 就是每一个隔离酒店的 policy都有差别的啦 所以你基本上是到了才去 计划者会跟你解释完所有东西 能做的不能做的 然后你再配合他们完成隔离 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一点建议啦 你之前你来之前可以先开通 travel package还是roaming 不过酒店通常都会有wifi 我的酒店是有的 速度的话就就是看你运气这样子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购买vpn 你可以先在那里 先在malaysia购买 先settle好先会比较好 然后不然的话过来 你短期内不能用vpn 可能你还是会不太习惯 你时常用的app都不能用 然后第三比较重要 这个是重要的 就是你要记得申请 核酸码和随身码 这个的话等一下我们会 有一个教学这样子 最后就是最后最后就是 你隔离解除了下来 他会让你签字 然后发给你一个隔离证明 这个证明一定要保存好 因为过后体检的时候会需要带 然后最好的话是直接复印 他们只收复印件这样子 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下一个slide 这里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些 你可以带的一些用品啦 在隔离期间 可能吃的饭菜不习惯啦 所以你可以带一点干凉 Maggie啊 然后餐具的话 他每次都会给你一次性餐具 如果你 可是我还是觉得 如果你有自己的餐具会更好啦 然后洗衣粉 你如果带很多衣服 你觉得不需要洗的话 那就没有关系 然后衣架 因为可能他 如果你有洗衣服 然后他衣架不够的话 你就自己也可以用这样子 接下来就是一些 像护肤瓶啊 因为很干 然后润唇膏啊 天气很就是很干燥 然后可能有些人比较敏感的出演 这些都是 而外的 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带啦 然后 接下来就是人民币现金哦 我不知道 大家percentage多少是老生多少是新生 把新生的话 一般上你还是要带 带现金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你还没有银行卡 然后你支付宝 如果没有人转钱给你的话 你也没有钱可以用 所以就带着 然后我们这里非常不建议你带马币 因为 马来西亚换钱很方便 去马尼琴就就可以换 但是在中国不太一样 你一定要去银行才可以换 然后小额度的话 一般 我也不太确定 他们愿不愿意帮你换 但是整个过程的话 会是很麻烦的 所以你就直接换好带来是最好 然后一些个人药物啊 插头转换器 这些大家应该都懂了 上个礼拜可能他们也有讲了 电脑这些东西 大概就这样 这个是我们大概整理的一个list啦 你的一定一定要带的文件 这不是for隔离 这是for你在中国需要办的一切的手续 那些他大概都需要什么文件 这样子 护照 我相信老生大部分应该都有换新了 我本身也是换新了才来的 旧的和新的都要带 两本都要带 然后你的护照信息页 如果你加了printer 你可以先复印好 然后录取通知书啊 你的返效证明或者新生的话 就是JW202 你的疫苗接种证明啊 签证页啊 白底照片啊 这个也可以先带过来 因为呃体检的时候会用到 然后形成的 呃行签的那个核酸检测结果这样 先带好这些文件 好呃接下来就会是讲随身嘛 申请的部分 这个是新生的部分 你就需要去download一个叫随身办的app 然后进到去 一般上来说 你是不能直接呃申请的 因为你没有中国手机号 所以你需要把语言先换去英文 然后这边sign in 进到这个页面了 你才可以用马来西亚的手呃 手机号去申请 因为你在隔离期间隔离一出来 你就需要这个码 你才可以到处去做taxi啊 做巴什么的 所以非常重要 你隔离期间的时候一定要弄好这个东西 然后隔离期间你不可能有中国电话卡嘛 因为你是直接被安排去酒店的 所以新生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 你们需要用你们之前的来申请这样 然后这边是写一到两天啦 但是这个其实是很保守的讲啦 我有一个学妹她是办了几个小时后就收到了 所以是蛮快的 不过不见你们最后天才来做啦 就是你开始的时候得空的时候就办好它 然后老生的话比较方便 如果你支付宝实名认证过你的护照 你只需要到你的护照 支付宝上面去换你的护照的号码 然后你直接在支付宝小程去随身办那边申请就可以了 我本身是用这个方式申请的 然后很快就得到认证 然后就拿到我的码 这个部分的话大概就是这样 OK 所以现在进到解除隔离后的选择 这方面比较复杂 所以如果大家跟不上的话 可以给我一个message 还是说其他的一些 我不知道你可以直接打断我 或者怎么样都行 所以解除隔离后分三种情况 第一你有宿舍 你是在校内住的 那这样的话你就根据校房的指示 进行你的宿舍的申请 通常是在线申请 然后新生的话一般是这个会 这个选择比较好 如果有宿舍的话 那就直接去住宿舍 然后宿舍那边老师把你处理完 所有东西了 过后他就会给你一份住宿登记表 其实他的他的全名就是 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 单还是表这样子的 就他的全名是这样 这个表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申请居留证 在中国你申请居留证 是需要这个表 他们需要知道你住哪里 然后你需要提供这个表的 所以一定要收好来 一定一定要收好来 然后关于这个方面 因为我本身是复旦的 我也知道 我也只知道复旦的 这个进学校宿舍的流程是怎么样 我不太确定在场有多少 我也是到复旦来的 所以我大概大概讲一下 你们勾出一次 如果等一下Q&A有复旦 关于复旦的问题 不知道的可以再详细的问我 所以根据复旦来讲 你在解除隔离后 你需要缓冲三天才能入校 就讲你不能马上进入学校 你需要再隔离三天 复旦是有提供你这个隔离的选择的 就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宴员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和辅导员申请 然后让宴员那边帮你留一个位置 所以在你解除隔离后 你就直接可以直接打车 到宴员那边去隔离三天 那边是不收费的 住宿不收费 只有饮食收费而已 饮食收费的话 大概一天是40到60块人民币 你可以大概这样子抓 然后在宴员那边解除隔离过后 你就可以直接到你的宿舍去了 如果是复旦来的学生的话 一般上我会直接推荐这个方案 最简单 因为复旦有要缓冲三天的要求 然后如果是我们进到校外的住宿 我提一下 提一下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选择 就是我们复旦 甚至有些人 有一部分人是没有选择住宿员 是因为这三天你住宿员的话 你是不可以出来办任何东西的 它是封闭式隔离 如果你住外面的话 你就可以出来办设计卡 弄就是办你要想要先办掉的东西 可是这些都是个人选择 就是就是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如果你是住宿员的话 你是不可以出来 就是三天都是要在酒店那样了 OK Sorry 打断一下 OK 没有关系 然后这样子的话 他既然讲到一点 我就再补充一点东西 因为你大家知道我们办居留证之前 是需要做体检的 然后负担有要求说 如果你到医院去过的话 你也需要再缓冲三天 所以大家考虑到各种因素的话 我一般我自己本身的建议 我会建议你 你当天隔离出来的时候 depend on你隔离出来是几点 你可以在出来的那一天 先去把你的电话卡办好 然后第二天也不要马上进宿员 先去做体检 做完体检再进入宿员 这样你就可以把你隔离出来 要缓冲的那三天 跟你去医院出来需要缓冲的那三天 一次过解决 你就不需要缓冲六天这样子 你可以三天直接解决 当然这个只是给负担学生的一个建议 如果你们关于这个操作的系绩 有什么问题的话 之后可以在Q&A的时候再问我 OK我们进到那个校外的住宿 So校外的话分短期住宿和长期住宿 一般上来讲 如果你要找房子的话 你是需要一个几天的时间的 尤其我们人生地步 手来到这边又要找agent什么的 所以如果你最终的重点 还是要长期在外住宿的话 你一般也需要一个缓冲几天的落脚地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这也不是广告 就是我们会比较推荐你直接到 Ibis去住几天先 因为这个是有一个学长帮我们争取到的一个福利 他的酒店可以接待外宾 然后我们也跟酒店协商过了 会给优惠的价钱 像大概是150到180元 不等因为酒店的价钱是跟着日期而浮动的 我住的时候是190 150元一天 如果你愿意跟别人一起住的话 你们可以住双人房 然后也是150元 除到来就一个人只有75块钱 其实是非常划算的 然后就可以利用这几天在酒店的时间 去找房子 然后签约啊 什么把手续办妥啊 再好好的搬进去你们过后的家 这是否校外住宿 然后这里有一个提醒的点就是 因为我之前不是提到讲校内住宿的时候 他们会学校会给你一份住宿登记表 如果你在外住的话 这个表就不是由学校提供 是你要到公安局里面去申请的 然后到公安局申请的时候 你是用你的长期住宿的地址去申请 不过有时候有些公安局 他们会要求你证明讲 你没有在长期住宿的这几天 前几天你是在哪里住的 所以当你从EB10 或者是其他的酒店 推述的时候 记得要跟他拿一张 境外人员住宿登记表这样子 就证明你这几天的住宿的 一张表格 然后这样子的话是最安全的 我自己去办居住宿的时候 他没有要求 把我会建议你们这样子做 所以这个就是缓冲 短期的一个部分 我们接下来进入长期住宿 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 so我们这边 就是也有帮大家争取过 我们大概也有survey点 so我们到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 如果你的budget比较高 或者你不愿意跟别人合住的话 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成家公寓 这个小程序 他其实是提供 他其实是一个酒店型的公寓 他的价格偏高 但是他比较安全 设施也很充足 地点普遍上也会比较好 所以你 因为大家学校都不一样嘛 所以你们在考虑 你们在找房子 需要到外面住的时候 可以到这个学看看啦 他的价钱我们也写在这边聊 如果你 budget比较低一点 或者你不太在意的话 你也可以到其他的租房app 像自如 恋家 我爱我家 都是比较 有听过的牌子 尤其是 恋家其实是蛮大的 然后自如 其实也是恋家的一个子品牌 它相当于是在恋家下面 他们的功能不同的是 自如专门做的就是那种 他把整个unit包下来 然后他装修好好 美美给你 他在分开把房间租出去 给不同的人 所以你在自如租家里 租家的话你是租一个房间而已 但是如果你在恋家上找的话 他就是租整个unit的 很多的情况会是这样子 你会是需要整租整个unit的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跟别人同租 然后你也希望价钱便宜一点的话 你可以上自如找找看 如果你已经有朋友一 gang了 然后可以去整租一间房子的话 你就可以到恋家 我爱我家去看看 巴勒兔我本身是没有用过 所以我也不敢评论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他已经写在这里了 找房子这个其实还是很多时候要看运气 就是看到什么好的agent还是什么的 每个区都有自己的agent 所以你可以去问一下你的学校的学长姐 他们如果有找房经验的话 他们有没有推荐的agent 或者推荐的品牌这样子 对这个部分的话大概就是这样 接下来就是比较干货的部分 就我会直接跟大家讲 因为你在校内的话 你的所谓住宿登记 但是学校直接给你 我刚刚讲到要申请居住 真的要用到的那个很重要的文件 由学校直接提供你 但是如果你在校外 自己找房子 租房子的话 你就需要自己到警察局 公安局去申请 然后这个就是他 所需要的文件 我尽量list出来 所有有可能他会要的文件 因为他其实也是每个公安局 有不同的要求的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准备的话 就尽可能准备好 不然的话要跑两趟 也蛮麻烦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你的房屋的 租聘合同 你跟房东签下来的合同 这里要注意的是 你去租房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问清楚 那个房东是大房东 还是二房东 因为其实普遍上来讲 他们是不认可和二房东签员 大家知道二房东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他跟大房东租了房 他可能在装修或者怎么样 他在租给你 这样他就是二房东 你是不是直接跟大房东签约 注意到很重要一点 就是你要直接跟大房东签约 简单来讲 然后这个第二个就是你的护照 你要带你的护照到公安局去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房东的房地产证明 权证 这个你可以再跟Agent讲 你是外国人 你要申请这个临时住宿登记单 然后你需要到这个文件 然后他就会跟房东去写上 房地产权证 你的身份证复印件 房东的 然后这个就是刚刚我所讲到 你在EBS或者是其他酒店 环冲的时候 需要跟他拿了一个 临时的一个住宿 证明你那几天 是有在一个地方住 你不是倒是在街上票的 但是 我本身去办的时候 只需要上面两个啦 下面三个不需要 所以这个也是我个人的经历 给你们做一个参考 这样子 我本身的那个办的公安局 是徐汇区的公安局 就让大家了解一下 大概就这样 下一点 OK 然后这边的话是入学事项 我就会教会给福音区和大家谈 大家好 又回到我 就是 我们这里 那个购买电话卡的话 有不同的方案 其实 还蛮tricky的 就是因为 每一个选择都有自己的好坏之分 所以要看你们自己的决定 就是如果是老生来讲的话 你们一来的时候 你们一定是保留好你们的电话 号码那些 然后你们就只可以去 就是用比较贵的套餐 因为如果你们是选择要 回到学校来买那种 学校很便宜的套餐的话 他一定是要登记一个新的号码的 所以 就很像我现在这里list出来的 就是 便宜但需要等待 就是你隔离结束过后 你还充了那三天 你都你可以 如果你是住在Ebis的话 就很像如果你是住在外面的话 你要去体检啊 你要去 去见朋友 还是你要做什么东西的话 你都需要电话卡 对不对 如果这个时候你是去 就是酒店附近的那些 联通啊 还是移动买的话 他是 他给你的电话号码 就是 短暂的电话号码 你可以选择长期用 可是 是蛮贵的啦 就是我个人经验来讲 如果我拿一个example就很像 如果你买住外面的套餐 是39块钱 一个月 然后是7个git 可是如果你回到学校的话 你可以买学校的套餐的话 是49块钱 包100 100MB的那个网线 还有90git的流量 一个月 所以 那个差距是还蛮大的 我个人的话啦 我是那个时候因为 还蛮需要那个电话卡嘛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先 买这一个 然后那个号码就用三天罢了 然后我回来学校 我又换了一个新的号码 你也可以选择 不要用电话卡先 就跟朋友接data 还是什么鬼 等回到学校过后 才买那个电话卡 可是这个是以复旦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们学校会有这种便宜的东西 可是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时候 来到学校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卖 可能你们要问一下你们的 你们不同学校的辅导员还是什么 就是以那种情况来 以不同的情况 自己问一下辅导员会比较 好啦 我讲的就只是我自己的个人经验 因为如果你是去到 你是去到呃 就是外面的 就是不是在学校里面的营业厅 是在外面的营业厅的话啦 你买宽带 就是我们的WiFi 你买宽带的话叻 他也是绑定你的那个手机号的 所以 总之就是你要自己 看你自己要选择怎样 如果你要选择便宜的话 你就买学校 如果你不要选择便宜了 可以立刻用你就买外面的啦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 就是先买了三天 用了过后丢掉他的logo 再买过新的啦 可是 就是这个电话卡会牵涉到 就是后面的东西 就是办银行卡 那个我等一下过后才讲 然后第二个就是 就是我个人经验是 隔离接触过后的那三天 我就是先去把电话卡办掉 把体检弄掉 然后把银行处理掉 可是每个人不一样啦 这是我那个时候的经验 然后我们去体检的话 体检的话是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你可以直接在中国做体检 就是你在马来西亚完全不用做 另外一种是你在马来西亚做好体检过后 你拿到中国去认证 个人来讲啦 因为我已经算过了 就做过数学了 你在马来西亚做好体检过后 你拿到中国来认证 是会快一两天啦 一两天还是三四天 也不确定 可是那个费用是比较高的 因为你在马来西亚做好一轮过后 那个你还要拿来中国认证又是一笔钱 那个费用是比较高的啦 而且是只有特定的指定的医院 马来西亚的医院做的体检 中国才会承认 所以我先讲就是第一种 直接在中国做体检的话 就是你要带的资料就是 这些 然后一般来讲 你在隔离的时候 你就会要到先到啊 尽量是越早越好 你可以预约比较你适合的时间 你就先到这个网站去预约你要的时间 然后你预约好了 过后他就会叫你打印一个叫做健康申请表 还有一个知情同意书 这两个东西是在那个官网上面打印出来的 然后你当天的时候你要戴护照 提检那里会有帮你印东西的那些地方 只是要收钱啊 你在那里印也是也是完全可以的 就可能要等哦 而且可能会很多人 可是是完全可以在那里印的 我是 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 他这些是官网上面 要我东西 然后我去的那个counter 他会要求extra的东西 叫我当场去印那个 随身办的那个绿码 他就会叫我screenshot了过后去印 可是别的counter可能不需要 所以可能你可以去到那里才印 如果你怕的话 你也可以在外面就印好 然后这些就是要印的东西咯 就是护照啊 签证页 还有入境张 盖章复印件 所以如果你在家就印好你的passport 那些还有签证页的话 你可能没有印到这个 因为这个是你挂海关车 他才会chop那个印嘛 你可能没有印到啦 所以可能就是去到那里 又要再印过咯 然后 就是隔离解除证明 复印件 这个就是 那个刚刚连成有讲到的 就是你酒店隔离过后 他会给你那个证明 这个你一定要收起来 因为这个 后面好像蛮多地方都需要用到了 然后 还有就是返校通知 要不然就是录取同意书 还有就是那个钱 钱的话呢 我知道新生可能就只有陷阱嘛 可是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就准备一些小币 因为那里的话 我那个时候去 他是不给你找钱的 就是可能你要给六百块 你要叫他找钱嘛 五百一十二就很怪的数字 他是不给找钱的 所以可能你可以就是叫你后面的人 还是什么 帮你用支付宝 还是微信给 然后 然后还有就是你打印的时候 他也是 他收现金 可是就很麻烦哦 所以你打印的时候你可能可以 就是用支付宝还是用微信 据我所知啦 据我所知啦 信生很像也是可以用支付宝的 就只是不可以用微信 就是你可以叫别人转钱去你的支付宝 所以你还是可以用到支付宝了啦 就算你没有银行卡那些 然后 这个还有就是三张那个 Visa size的照片哦 这个照片 我觉得你们就是 在马来西亚可以尽量就是 打印多几张 因为我感觉就是 一直有要用到照片这样 然后这个三张照片 当然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里还当场也是有 呃 可以帮你拍照的地方 所以在那里拍也是可以啦 然后就是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做体检的话 你就要拿去认证 然后拿去认证过后 他就会 呃拿到一个健康合格证 然后 这些验证呢会有 也是会有指定的中国医院 所以 还是要咨询你的校方 还是你的辅导员 还是学长姐 然后体检报告的有效期是为半年 如果超过 呃半年的话就 无效就要重做 然后就是 如果你重做的话 预算就像我刚刚讲咯 就很像512 这个是救我资讯啦 这个是我们最新做的512人民币 以这个为准 然后合格证 通常不会当天给是会 寄到那个学校给你 然后 还有一点就是 呃我的同学是 讲学精神 就是他们之前做的那个居留证 是做到4年这样 所以如果你的居留证 呃过期不超过3个月的话 你是不需要做多一次体检的 这个就是给讲学精神 参考啦 然后接下来就是办理银行卡 这个就非常的困难 就是我的个人经验是我每一次去银行 至少至少都会花3 4个小时 因为他排队很久就算了 他办理一样东西也是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呃如果你是在就像我前面讲 如果你先买了一个电话卡 然后你要去办银行卡 你办银行卡是一定要有一个电话卡 电话号码 如果你用了那个电话号码 然后你回来学校过后 你要换成比较便宜的配套 就是一个新的电话号码 你又要跑去银行 再换过那个号码 然后当你居留证办好了过后 你也要去到呃银行 再换过你的居留证 因为你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 你们还记得就是那个x1的那个签证 是只有30天 所以当你拿到居留证的时候 你又要再去银行多一次 像我的情况是我现在还没有拿到居留证 所以我要等居留证来了过后 我还要再去银行多一次 就还蛮麻烦的啦 所以如果你们 最好的情况是你们拿好居留证了 然后还已经确定 你要用这个电话号码长远的话 你们才一直过去银行办 可是如果你很急很急的话 你也是可以先办掉 就是用一个随便一个电话号码 然后过后就一直去换啦这样子 然后需要携带的资料就是护照 还要录取通知书 如果是老生的话就是 返校通知书我来讲是不需要啦 可是老生的话如果你要换护照 你要更新你的护照的话啦 一定一定要带你的旧护照来 就很像我是一个大远总 我没有带我的护照来 因为我以为不用用到 所以他们就很多手续很麻烦 就一直要 一直要一直不确定 他会讲 他会跟你讲 我也不确定可以不可以办到 我要看上级可以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一定一定要带你们的旧护照来 然后开通过后你就可以把你的现金 先存去自己的ATM卡 然后还可以就是问那个工作人员 还是学长姐就是绑定手机支付那些 然后就是这些 就是我刚刚讲的更新护照啊 手机号啊还有居留证啊 之前我们那一批的时候 很像是不用更新居留证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办了居留证 过后我们不用去到银行更新 可是现在policy不一样 所以你办了居留证过后 你还要再回去银行再更新 是你的居留证 如果你没有更新你的居留证的话 你银行卡会被 就是有问题啦 就是会被冻结这样 然后现在就是办理入学报道 我讲的这个是以负担为主 我不确定别的学校是怎样办理的啦 就是以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不同的学院报道的方式也不一样 就是还蛮神奇的 就是我的学院的话 我们报道是线上报道就可以 可是有些学院是需要去到校区 拿辅导员的盖章 拿院系的盖章 才可以报道还是什么鬼的 所以具体情况 我建议你们是 咨询自己的辅导员会比较好 就是问你们辅导员 几时可以办理报道 然后要什么情况啊 流程那些 然后办理完毕后 学校会发一个那个居留证申请函 这个的话情况也是不一样 像我们复旦的话 那个居留证申请函 是我们要自己去 小程序上面申请居留证申请函 然后再自己去到有学生办公室拿 然后这个居留证申请函 就是你要确保 那个居留证申请函上面有 那个你的chop 因为你的那个 学校的那个chop 我们有一个同学就是因为 学校出现bug还是什么鬼 就是全部人都有chop 就只有他没有chop 结果居留证呢 那里的官员就不受理 就要重新回到学校 再chop多一次 再回去办多一次 所以就是要自己看一下 还有居留证的话 我不确定你们的 那个申请函上面 有没有你们的passport号码 你们要确定你们的passport号码 跟你们最新的passport号码 是一样的就是不要是一个是旧 一个是新的这样子会比较好 然后 如果你们的那个 录取通知书啊 还有什么你的那个 passport号码不一样的话 你们要及时通知你们的 学校帮你们更换 如果是新生的话 他很像是有一个摆名单 还是什么鬼 就是学校要负责帮你们的passport号码 登录进去那个摆名单 所以你要确保 你在学校登录的passport 是你现在用住的passport号码 不要是旧的passport号码 嗯 OK 这个就是办理 呃 这个就是办理入学报道楼 拿到居留证申请函 这居留证申请函过后会用到 所以要收好好来 然后现在就是办理居留证 办理居留证呢 也是还蛮麻烦的 所以就是 我会讲慢一点 就希望你们大家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过后再问 呃就是一开始的话 你们先拨答12367 然后就跟着语音提示选择 就是很像他讲 人工办还是什么鬼 就是总之就是最后你要选到 呃人工办理那一步 然后你就要等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我以为是 不会有人接我 因为我等了大概 20到30分钟 然后过后才有人接我 然后这个时候你接了过后 你就要耐心等待 然后你接了过后 他就会问你 你要选择预约浦东新区 还是杨浦区 出入境管理区 呃杨浦区的话 它的权限比较小 所以新生的话 只可以去浦东新区办理 所以呃你们要预约的时候 你们要记得选好好来 你们要去的那个分居 嗯然后你可以同时预约几个人 你只要提供你的passport号码 还有你的护照 还有你的护照号码就可以啊 然后办证费用的话 是呃如果是400 呃不到一年 然后是800 如果你是一年以上 还有15块钱的快递费 呃这些钱都是 他送到你的时候 就是快递 你选择快递取件的话 他送到你学校的时候 然后你跟那个快递人拿的时候 你要当场付费 你可以用支付宝 还有微信都可以 然后这里就是办证的那个时间嘛 就是你看我这里有写到呃一年 还有一年以上的这个时间呢 完完全全是根据 前面我讲的那个 这个居留证 就是学校发给你的居留证申请函 上面的那个期限来给的 就可能学校给你的那个居留证申请函 是一年的话 那样你办理就是400 如果居留证给你的 呃学校给你的居留证申请函 可能是一年以上的话 叫你办理的那个呃 呃 成那个居留证就是一年以上 可是呃 我的以复旦为来讲的话 就是他是给 就是如果你明年还要在复旦留学的话 他是会给你一年 又多两个月 所以那两个月的话 也是已经算 是一年以上 所以 人家办一年是400 你办一年两个月 是800 所以可能是有点亏 可是我们已经去留办咨询过了 是这个是 学校的硬性规定 他没有办法改 就是你的 他给你的那个居留证申请函的那个 期限 如果你是明年还要在中国就读的话 你一定一定就是要办一年又两个月这样子 然后如果是讲学精神的话 他们会办到你的 他那个学校给你的那个居留证的申请函的期限 会是你passport的 就是到你学期结束 还有到你就是根据你passport 可以最长多少 他就会给你多长了 就是讲学精神的话了 然后入境的30天内是就需要做好申请 不然你就会被视为非法居留 他入境的算法是 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8月8号入境 所以你只要在8月9月7号之前 有到那个出入境管理举办就可以 他不是算你就是拿到居留证 因为拿到居留证可能要10天 还是一个礼拜 他不是算你拿到居留证的那个时间 他是算你去办理的那个时间 然后这个接下来这些材料 就是有一点点复杂 就可能比较多 所以可能你们过后要 就是慢慢看回来 就是这个是住学校需要办居留 住学校宿舍办你居留证需要的材料 第一个就是那个护照元件 旧护照一定一定要带着 因为他非常需要你的旧护照 要不然他会 就是感觉很像一直 一直会有问题 所以旧护照一定要带着 如果你是老生的话 你之前办过签证 你的签证在你的旧护照的话 你一定要带着 然后就是录取通知书 还有JW201还有202 这个是给新生 如果你是老生的话 你之前办过居留证的话 就只需要返校通知书 然后就是体检报告 在中国做的那个体检报告 如果你是在中国做体检的话 就是体检报告 如果你是在马来西亚做体检的话 就是那个健康合格证 然后还有就是办证申请函 就是前面我讲的那个居留申请函 学校发的那个嘛 然后还有就是学籍证明 学籍证明呢是 我们一开始是不知道要 是过后他才讲 就是一定要 所以我是建议你们 不管是老生还是新生 你们都去申请 还有修学过的也是一定要 就是去申请学籍证明 可以跟你们辅导员还是留办讲 你要申请这个学籍证明 然后还有就是境外人员 临时住宿登记单 这个你是要跟校内的宿舍申请 然后这些材料呢 你全部都要带远件过去 你带远件过去呢 他会帮你复印 他有些 他复印了过后 他有些资料是要收远件 有些资料是要收复印件 然后具体来讲 我要哪一个是要收远件 我已经忘记了 总之passport还是一定要留在那里的咯 所以还有就是 passport你要留在那里10天嘛 所以就是你办学校的那个 邮会的那个电话卡 也是需要passport 所以是建议你们 办了学校的那个宽带 就是办了学校的那个邮会啊 邮会流量加宽带的那个 那个套餐 你们才去做居留证 因为你居留证要10天 那个护照会被扣留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办流量 还有办 宽带套餐 就可能对你来讲会有点麻烦 然后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校外住宿办理 居留证所需要的材料 就大同小一啊 就是也是护照 远件还有旧护照 还有录取通知书啊 还有返校通知书啊 还有体检报告 还有办证申请函 还有学籍证明 还有他唯一的不一样就是 这个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单 我们住学校的是跟宿舍申请 住外面的人呢 就是要跟公安局申请 就是前面连程有讲过的 那个怎样申请 那个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单 嗯 所以这个是半居留证所需要 嗯 目前为止是 应该就是这些 就是半居留证过后 应该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 注意的事项 然后这些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所以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可以来问我们 嗯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 不用问 嗯 然后 这个是那个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的 嗯 联系方式 嗯 然后这个是那个领事馆 嗯 就这样 OK